为何食堂宁可把饭菜倒掉 也不给学生拨打 食堂阿姨说出实情 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 到了吃饭的时候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里的食堂里就餐 对于学校里的食堂的餐食 有的餐食非常好吃 但是有的餐食看起来就没有食欲 这让学生们对食堂是又爱又恨 有很多学生在毕业后 还会回想起学校食堂里的饭菜 最难忘的就是食堂里的味道 总有那么一两道菜 让人难以忘怀 学生们一到饭点就都涌向了食堂 等待排队打饭 我们可以发现 食堂阿姨在给学生们打饭的时候 明明是满勺菜 结果到了自己的碗中就只有很少的量 只因为阿姨手抖了几下 将菜都抖掉了 食堂阿姨手抖的样子 在学生们心中挥之不去 这让很多学生们经常吃不饱 但是又不好意思再盛饭 生怕被其他学生嘲笑 那么为什么食堂阿姨宁可把饭菜倒掉 也不给学生多打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惑 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看官点点爱心和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一 为了顾及全体学生 上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老师脱堂 脱堂就意味着比别的班级放学更晚 弄不好到了食堂 就只能吃被人挑剩下的饭菜了 学校的食堂一般会有一个主菜 也就是大鱼大肉 然后是素菜和主食水果 因为主菜价格很贵 所以食堂并不会准备这么多 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吃到 就需要在分发的时候下功夫 例如一份炒鸡每人打一勺 里面一般不能超过四块鸡肉 这样才能保证够用 一勺下去超过了四块 阿姨们就需要发动手抖神功 如果下课时间比较晚 学生去食堂吃饭会发现 食堂阿姨都会很大方 恨不得把剩下的菜都给学生盛上 二 避免浪费 有些食堂阿姨之所以打饭时手抖 并不是因为小气或者是老板限制 单纯是为了避免浪费 生活中有很多学生因为贪心 一次性购买好多菜 因为吃不完 最后只能无奈倒掉 为了避免浪费 也为了节约粮食 食堂阿姨会故意手抖 这样就能够避免打的量太多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三 食堂被个人承包 减少成本 很多大学食堂都承包给了个人 幕后的老板以盈利为主 食堂阿姨是给老板打工 在上岗之前 老板会告诉食堂阿姨 给学生打菜时 一定要控制好量 不准打太多 否则就要扣工资 所以说食堂阿姨也有自己的苦衷 明明可以给学生多打一些菜 可是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扣工资 于是就会手抖 四 剩饭剩菜可以卖钱 食堂阿姨表示 学校食堂都是私人承包的 作为一个私人老板 自然是眼里只想着钱 为了多赚钱 除了节省成本 给学生打最少的菜之外 还要进行增收 最简单的增收方式 便是把食堂的剩菜剩饭卖掉 这也是为啥很多学生 食堂的饭菜很难吃 一是工资低 请不到厨艺好的厨师 第二便是 故意做得这么难吃 第三便是 把学生的剩菜剩饭卖掉 获得收益 所以食堂宁可把饭菜倒掉喂猪 也不愿意给学生多打一点 这些剩菜剩饭 每天会有养猪场的人来收 而且费用并不低 在学校食堂的眼中 与其白送给学生吃 不如把这些贩卖钱获得收益 学生在食堂吃饭有哪些好处 首先就是在食品安全方面更有保障 外面的餐馆或是饭店做饭 一般都不太干净 也有容易出现地沟油等问题的情况 而在学校食堂 这种问题基本不会有 再有就是便宜 学生一般都没有什么钱 尤其是有的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 在外面吃一顿饭就得花不少 而在学校食堂里吃饭 三顿饭也要不了多少钱 其实在学生时代 我们很多人都是一起偷偷骂过学校食堂 也是因为整天吃食堂 会想一些外面的食物 但后来我们回忆那段吃食堂的日子 还是会有一些感慨 因为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 外面没有一顿饭会让你吃得安心 也没有一顿饭会比你吃过的学生食堂便宜 但那些你在学校吃食堂的日子 再也回不去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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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三秒